八卦,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落马真实原因曝光 美国打折网,新年购物神价直播 Sumniar Video, Click Tovair Original 香港,专题,事业家员工一日前在接受采访时, 谈及澳洲外长派恩,Marie Spinn, 上月下旬访问美国华盛顿的原因, 是原澳洲已经截获前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 送往澳洲给其妻子的新冠肺炎病毒证据, 由此也令早前猜测纷纭的孙力军落马原因得以尘埃落定。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 作为公安部工作组成员, 孙力军曾前往武汉督导疫情防治工作。 据员工已指,当时身在武汉的孙力军掌握了武汉疫情爆发的实质证据, 包括北京隐瞒疫情,实验室泄漏的证据, 其后孙将掌握的证据通过某些图竟交给在澳洲的妻子, 期间被澳洲政府情报部门截获, 因此澳洲是首先提出要求独立调查病毒源头的国家。 今年4月,与澳洲总理莫里森同属执政联盟阵营的议员克里斯坦森 以及参议员安提克都曾先后要求中共政府赔偿损失, 其他澳洲议员也认同澳洲政府没收中共企业的资产。 这一动向引起北京当局关注。 袁公仪指,北京当局调查之下, 发现孙力军掌握的病毒机密落入澳洲手中后, 于是才免去其公安部副部长职务。 袁公仪又说,孙力军满身罪业, 他不仅是铜锣湾书店事件孝建华事件背后的策划者, 还在反送中期间派武警秘密来港暴力殴打抗争者, 强奸、杀人,或把抗争者秘密送去大陆审判等等。 他孙力军没有得到政治局常委同意, 就擅自执行跨境执法, 这也是他落马的另一个原因。 中共中纪委和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4月19日晚 兼在官网公布,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孙力军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 当晚4小时后,中国公安部连夜表态称, 坚决拥护对孙力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公安部部长赵克志在会上批评孙力军 无视政治规矩,不知敬畏,肆意妄为等。 赵克志还将孙力军和已经落马的 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以及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相提并论, 警告要清楚他们的流毒影。 想,孙力军原有职务包括公安部党委委员、 副部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此前历任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 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公安部党委委员、 一局、26局局长、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 他一直以来都为当局执行重要任务, 包括今年初亲赴武汉都岛抗议, 他又曾当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 被指示铜锣湾书店事件实际操控人, 孙力军还曾是中共中央独岛武汉抗议的大员之一。 今年2月上旬武汉疫情最严重期间, 孙力军被中共中央派赴武汉。 2月10日央视新闻联播, 就有孙力军出现在湖北, 依航与习近平专题进行视讯联机的画面。 2月19日, 湖北省委书记换人后, 孙力军还与习近平亲信, 新任湖北省委书记英勇前往武汉市公安局, 督导当地公安部门的防疫工作。 但孙力军参与这个中央指导组, 最重要的任务是加强公安工作, 就是说抓安全, 强化维稳, 防止出事。 有关孙力军落马原因, 曾先后传出涉反习政变说, 泄密说以及因走夫人路线, 平往来于彭办, 甚至借彭办名义办事因致习大怒等等说法。 其中有关泄密说, 是说孙力军泄露中共机密因此惹得习近平大怒, 当即拿下。 据称, 由于孙力军的身份特殊, 既是国保局长也身兼610办公室主任 及中共秘密警察投资, 也是中共公安系统内唯一具有公共卫生硕士学位的高层, 在新冠疫情严峻期进入武汉, 被怀疑泄露疫情核心秘密给美国, 尤其是P40验室的信息。 如今在国际不断要求彻查病毒来源和中共瞒报疫情的背景下, 孙力军被拿下一瓶后患。 4月20日, 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俄罗斯塔斯社记者问道, 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接受审查和调查, 其曾在疫情期间作为中央指导组成员被派往湖北, 2月至3月在当地工作, 对其调查是否与湖北期间的工作有关。 当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 我这里没有可以进一步提供的信息。 中国问题专家陈破空也曾在视频节目中认为, 泄密英是导。